哈喽大家好啊我在今天在一个一栋公寓里面啊看到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呢 呃发现它的水封面是特别的高特别的高 我正好有这个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呃 看一下怎么去把这个水封面给它呃调到最低 给它就是减低它的那个高度 看一下这是水封面 这个水封面到哪里 到这里来它每次上网水之后它是有这么多的 你看如果是那个便便丢下去是不是会见到屁股 呃这个是也是很多家庭里面啊 大家经常碰到的事情啊 也也是很苦恼 有的人是有的会说哎 搞一层那个纸上去 当然这也是可以的啊 大家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水水箱配件 是不是可以调节能达到这个水封面给它降低 我们把这个水箱盖打开 呃看到了这这是一套水箱配件 那个当案的水箱配件 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是进水器 通过这条转管 补水管每次上水的时候 它是从这里 呃 流水到这个便车里面去的 看到没有 这个这条管 每次上水的时候 它是呃冲往马桶之后呢 它是从这里 漏到这个便车里面 导致到这个便车是水比较高 当然了 它是因为这个马桶呢 四季的 它的四季 水封面有这么高 这个是完全达到国标的 这是达到国标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水太多 它会见到屁股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试验一下 如何让这个水呃 低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条 补水管 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不管它 只要这条水管 不要碰触到任何地方 不能堆在这家子 啊 顶到这个 好好的放低就行 好 我们来看看 排一下水看看 现在这个水啊 它是放在这里的 就没有从这条衣水管 漏下去 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 等它那个水满了啊 看一下 现在是少很多了 对不对 少很多了 原来是到这里来 现在是在这里相差了这么多 整一圈 来看看它最后的一个效果啊 拔掉这个 拔掉这个 这管 一切 它有一个前提是 虽然拔掉这个呢 会省水 节约水源 但是 这个前提是不能影响这个冲水效果 不能影响马桶的整个的冲水效果 如果是拔掉之后 觉得马桶冲水效果影响了 那你就别拔 好 那个就看一下这效果对吧 那我们就就要不就把它放下去吧 看看它 冲水后 它的水量有多少 嗯 啊 我们来快进一下 好 水满 水满了 它已经停了 最终的一个水封面 水封面 在这里 刚刚 刚刚那个水封面是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相差还是是比较大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解啊 这些是一个马桶的尝试啊 希望大家能学到 或者能了解到 以后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应用应用的 好吧 我是浩哥 请关注啊 马桶问题来找我